哈囉 大家好 我是瘦斯山佳音 上次呢跟大家分享 處女座各種血型要怎麼追呢 怕甜蜜大家其實蠻有興趣的 所以這一次呢我要來分析 巨蟹座各種血型要怎麼追 那因為我的巨蟹座朋友蠻多的 他們身上呢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非常講義氣 只要你一開口 只要他把你當好朋友 然後你一開口他一定易不容辭 這樣樂他到我去幫你呢 那如果是你不小心做了一個錯事 會影響到他的事 或是做了一個對不起他的事 只要那個事情不是太嚴重了 基本上呢他都是會站在你的角度為你思考 覺得你大概是因為怎麼樣才會變成這樣 現在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巨蟹座各種血型要怎麼追 巨蟹座A型的女生呢 他們喜歡穩重 溫柔 孝順 聰明 有穩定工作 有才華 社稅人不滿寶的男生喔 那如果呢你是一個腦袋瓜 有非常多一些新知啊 或是一些比較趣味的知識啊 或是各種不同的新鮮的事物呢 都可以跟他們做分享喔 他們很喜歡跟人家做交流 所以這一點呢可以是靠近他們一個非常好的方式喔 那而且啊他們是非常追求安全感的人喔 如果讓他覺得你是非常有目標的 而且呢跟你是有辦法共組家庭的呢 他會非常有機會會考慮你喔 通常巨蟹座A型的女生呢 他會比較被動一點 因為他不想要因為他喜歡那個人造成別人的困擾 但如果呢你是他喜歡的人 那你又就是主動跟他講話 他會變得非常熱情喔 而且所有有關你需要幫忙的 他不用你講他就是主動幫你忙喔 而且是給你實質的幫助 可能你今天遇到一個非常難過的事情 或是需要幫助的事情 你可能在網路討拍 然後他就會馬上做出實質 對你有幫助的動作 而不是可能留言說喔 保重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追求A型的巨蟹座呢 接近不要太衝動的告白耶 因為他們觀察期有點長了 你必須要給他們一點時間 讓他們去觀察你讓他們去考慮你 那假設你已經不小心衝動告白 那怎麼辦呢也沒有關係 如果呢你發現他其實也沒有回避你的意思 代表你還是有機會的 因為他正在觀察你喔 那跟這些做A型的女生呢 相處你必須要多一點同理心 你必須要去比較敏感的去知道 他到底在意哪些點 他不要有任何一點點勉強喔 假設你跟他約會 然後他感到有一點點勉強 他也有可能下次就不跟你出去了 而且呢他希望他們的另一半呢 可以把他們捧在手傷心 呵護 因為平常呢都是他們呵護別人 慣了 他們也希望自己可以被呵護啊 所以呢溫暖他 就是首要的重點喔 這些做B型的女生呢 通常跟其他血型比起來呢 他會偏比較 沒有這麼細心 但是他非常直腸子 而且呢他非常不扭捏 那他呢凡事呢都照著他的感覺走 而是一個憑感覺的一個動物喔 所以他挑對象也是憑著感覺走 你會發現其實呢 他上一任跟這一任的條件 為什麼兩個差這麼多 他就是憑著感覺走 所以呢他也沒有一定要喜歡怎麼樣條件的人 假設呢他愛上這個人呢 非常窮非常窮 他如果愛上他呢 他就會想辦法去適應這個非常窮非常窮的生活 他怎麼樣才能知道巨蟹座B型女生到底有沒有喜歡你呢 首先呢你約他約得出來 就有機會囉 如果跟你出門的時候呢 你時不時在過馬路的時候摟到他肩膀啊 又是走路的時候走一走 手不然拍到他的手啊 他如果都沒有迴避的話 唉呦 他搞不好有一點點喜歡你喔 那巨蟹座B型的女生喜歡你會不會主動啊 答案是有可能 他會怎麼樣主動呢 他會用非常朋友的方式接近你的生活圈 用非常朋友最無害的方式接近你 讓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喜歡你 但是呢他有可能是會主動啦 製造機會跟你相處而已 那我剛剛說囉 巨蟹座B型的女生呢 他非常照顧感覺走 當然你要讓他感覺好嘛 所以呢 如果他需要被關心的時候 你就給他關心 如果他出線條的時候呢 你就給予他貼心 那平常呢 有意無意 就讚美他 這樣就對了 讓他感覺好 他如果在你身上覺得 嗯 跟你相處感覺很好 他就會想要多跟你相處啊 那多跟你相處 就更有機會可以交往囉 當然我剛剛說讚美他呢 不是論讚美 唉呦女神 唉呦你好美呀 這種話去讚美 而是呢 就是發自內心的去讚美他 做的一些事 或是他工作上有哪一些強項 你可以去讚美他 讓他覺得 嗯 有人欣賞我那種感覺 而不是 啊啊你眼睛好漂亮 啊你嘴巴好漂亮 哇哇哇 你身材很好這樣子 這些呢 最好不要讚美的方式喔 你知道O型巨蟹座的女生呢 他們非常會觀察男生 而且他們觀察期呢 最高 我聽過還有三個月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久 但是我認識呢 最高有到三個月 你看觀察這麼久 但以外都非常著重 細節呢 是在意的非常非常的精細喔 比方說 你的那個領子怎麼黃黃的 唉呦 你那個襪子怎麼髒髒的 唉呦 好像有一點異味 還是什麼 他們是非常著重細節的啊 然後 或是呢 你香水噴得太娘 他每次默默幫你扣一點分喔 所以呢 你最好呢 就是你要跟他出去約會呢 稍微打理一下自己 不要讓自己太出線條 否則呢 他會偷偷幫你扣分扣分扣分 三個月到了這隻 直接送你出局喔 巨蟹座O型的女生呢 他在挑選對象 他不會太care對方賺多少 就算賺得跟他差不多也沒有關係 過得去 不要負債 這樣就ok 但是呢 必須要讓他欣賞一點 而且呢 偶爾要來一點點神面感 跟偶爾要來一點點新鮮感 這樣的感情呢 才能讓巨蟹座O型呢 能夠走得長遠喔 其實巨蟹座O型的女生呢 他不求太奢華的生活 他也不求那種轟轟烈烈的戀愛 他只求穩定的浪漫 他會覺得更有踏實感 因為他追求的呢 就是安全感 巨蟹座O型的女生 他的觀察期相當的長 所以呢 這段時間你對他真關心假關心 其實他都感覺出來 那他特別喜歡那種 跟他有共同興趣的人 他喜歡那種共鳴的感覺 那假設呢 你對這個東西沒有興趣 你也不用假裝 因為他其實看得出來 他不喜歡人家勉強 他寧可他自己勉強一點 他也不希望別人是為了他遷就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這個東西 你也不用到啊 沒關係了 陪你做 然後一副就是好像很勉強的樣子 他完全不想要看到這個樣子 他寧可他自己勉強 他也不希望對方勉強 當然他也有可能再默默幫你扣個分 對啊 所以就是不要互相勉強 巨蟹座O型的女生 他如果喜歡你 他會主動丟話題跟你聊 那話題很有可能就是 家庭觀啊 感情觀啊 這些都是他非常想要了解的 那假設呢 他喜歡你 你跟他搞曖昧 比方說你說 如果我們兩個以後生出來寶寶一定很可愛啊 這時候呢 如果他隔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後才會 呵呵呵 就是代表他對你沒戲的哈 但如果呢 他隔了沒多久他會說 嗯 像你不好看吧 可能像我好看一點之類的 他跟你開這樣的玩笑 代表欸 他對你很有戲喔 如果呢你想要追到O型的巨蟹座呢 記得你不要一頭熱的狂追 會讓他覺得 哇哦 快承受不住那種感覺 你要偶爾熱情 偶爾呢 要讓他有一點空間 讓他覺得有一點想像空間 有一點神秘感 有一點新鮮感 有一點新鮮感 他會對你更有興趣喔 如果呢 你要約O型的巨蟹座女生出去呢 記得呢 要事先規劃好 不要讓他 長途跋涉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結果還沒開門 又或者是去讓他 排了很久很久很久的對結果呢 到 排到他的時候肚子餓翻了 那會讓他在心裡幫你 扣分扣分扣分 再扣分喔 如果呢 你非常想要追到巨蟹座O型的女生呢 盡量不要去追蹤太多的網美 讓他沒有安全感 再來 你可以欣賞他 但不要把他偶像化 否則他會覺得 嗯...你太虛假 其實做O型的女生呢 他只希望他的追求者 或者他另外一半 只對他好 所以一旦他發現他是中央空調 很有可能就直接送他出去了 所以聚當中央空調 在這一段時間 只要發生一點點小小的事情 他們就會變得患得患失 很容易就直接放棄這一段感情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追O型的巨蟹座 記得要Hold住好嗎 這是巨蟹座AB型的女生啦 他時而出之大眼 時而細心 有時候這樣 有時候那樣 有時候講這樣 有時候又直接推翻自己 所以有時候呢 連他們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巨蟹座AB型的女生呢 他渴望人懂他 可是他又不喜歡講 所以他非常渴望的 想要遇到這一個 他不用講 就都懂他的那種暖男 特別是工作能力強 有經濟基礎 又懂得開源節流 那他們特別不喜歡那種 沒有底線 或是沒有想法的男生 如果呢 他發現你非常的沒底線 他有可能他就會去測試 你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所以沒底線的男生 沒想法的男生 對他來說一點魅力都沒有喔 這座AB型的女生呢 他的自尊心非常的強 所以當他願意在你面前示弱呢 代表他很有可能喜歡你 或是呢 你是舉足輕重 重要的角色喔 那假設 你如果不是他的菜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就是 一直待在他身邊就對了 因為他有時候也不太確定 這樣的愛情 到底是他要的嗎 還是他不要的呢 那也不太確定 那怕他直接拒絕你 也許 他之後就後悔 或是直接就推翻他自己 之前做的決定 所以有可能呢 你待著待著他之後 就半推半救了 然後就順其自然 就在一起也說不定喔 巨蟹座AB型的女生呢 他其實人前非常正向開心 但人後呢 他其實是 有時候會懷疑自己 有時候會暗自悲傷憂鬱 這時候呢 你就要多給他多一點的關心 因為他防備心有一點點小眾 所以你要給他更多的關心 他才會慢慢的被你融化喔 如果呢 你要追求AB型的巨蟹座呢 記得呢 不要太有侵略性 那種控制型的關心 比方說 欸你今天怎麼穿那麼短 又或者說 你現在這個時間應該回家 你怎麼還沒回家 這種控制型的關心呢 會讓他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呢 我們盡量呢 就釋放我們的溫情 慢慢的溫暖他 當巨蟹座女孩呢 對你付出 他同時 他也希望你能夠對他付出 雙向付出才能走得長久嘛 那假設你發現 你身邊的巨蟹座女孩呢 為你付出 你也給他付出回去 就對了啦 希望大家能夠跟巨蟹座女孩 戀愛勝利喔 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開啟我的訂閱小鈴鐺喔 掰掰